据环球网3月17日报道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 特朗普政府频频将干预大选的脏水向中国泼来 并试图将此用作攻击其他竞选对手的工具 如今拜登政府亲自来打架 15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布了一份有关去年大选时期的解明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并未干预美国总统选举 也从未试图影响选举结果 我们经过评估后认为中国没有干预 也没有采取旨在改变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影响措施 这份评估报告最后显示 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一判断非常有信心 但是在此次的报告中 俄罗斯和伊朗依旧被点名 报告中的一段摘要显示 俄罗斯特工没有侵入选举基础设施 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进行旨在 诋毁拜登和民主党 支持前总统特朗普 破坏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心 加剧美国社会政治分歧的影响力行动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 报告指控伊朗诋毁特朗普 美国情报机构称 在评估伊朗实施的多管齐下的秘密行动后 他们认为伊朗旨在削弱特朗普的连任前进 破坏美国大选制度信心 对于美方此前一段时间 频繁炒作中国干预美大选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 中方对美国大选不感兴趣 无疑也不会干预美国大选 希望美方在大选中不要拿中国说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